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孙医师刚才这些片段实在是精彩 让我们就再度回味了一下 他的风采 我们接着来介绍一下 下个礼拜四 12月4号的傍晚6点到8点 中英文班的硕士班的校园开放日 在那一天呢 有哪一些安排 哪一些很紧凑的活动 来介绍给社会大众呢 是的 我们了解湾区的观众朋友们的生活步骤 是非常的紧凑 我们利用这难得的这个两个小时 我们会特别跟各位来参加的听众朋友们 或者观众朋友们来介绍 我们整个program 这个所谓中医硕士的一个资格 也就是基本上是 你只要是没有医学背景 也可以 是可以的 就像我这样子也可以 那你有没有大专毕业呢 有 硕士 对那就没问题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学历呢 跟我们学校来的办公室注册主任来跟他核对一下 那通常是只要有AA专科以上的就可以来参加我们中医中文中医硕士班 然后同时呢 最多几年 四年 officially四年 但是如果你有医学背景 也就是之前有一些credit 我们是可以节省你的某些的credit 所以说你可以把你所有之前学过学经历的一些证明 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的英文的这个credit 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学校可以accept你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原则上这是一个四年制的一个中医中文硕士班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学院院制 所以这个校舍是在Santa Cruz上课 是的 那跟Santa Cruz的校区 还有跟中国的几个名校中间的建教合作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是的 原则上在Santa Cruz的校区呢 都是以英文授课为主 当然啦 中文的同学们 你想学习英文的一些某些课程 certainly可以去 也可以到我们的Santa Cruz的校区里面去选 那在普通的这个寒暑假呢 我们学校呢 也会跟着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这些知名 中医药大学里面合作 这个厉害啦 所以因为我们非常强调这个诊所看诊的能力 所以这些学生们 你们也可以带着跟着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合作的这个建教团 到的这个不同的知名的大学里面去学习 譬如说在浙江 是的 有浙江中医药大学 天津也有 天津 还有我们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 哦 真好 那这个都是包括在正规的curriculum中间的 是的 是的 因为你的实习实数也算是您的那个学习的该有的这个credit 所以在这四年中间一边学习 在本地学习 然后一边就正式来问诊 当然刚开始是站在民医的后面 看人家怎么样来看诊 然后自己就要非常投入的来学习 甚至你还不清楚这个中医真的在做什么呢 我们当天在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呢 我们也有针灸示范 也有一些中医的治病的整个过程来Demotrate给大家看 同时那天晚上 因为大家可能赶着来听我们这个open house 肚子饿饿 肚子饿饿呢 我们学校也敬备了晚餐跟茶点来招待各位 非常贴心 非常贴心 所以在那天呢 大家想好自己是什么目的要来参加这个中医哈 为什么要选贵校 然后自己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学校怎么样expect我们毕业要达到哪一些程度 还有我们应该要拿到考到哪一些执照 然后出去呢 来就业自己开诊所会面临的各种各种的问题 是 就算你没有准备好 就算你搞不清楚 你那天你只要有兴趣 抱一个好奇的心 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 抱着一份饥渴的心 好奇的心 只要你对我们中医有任何的疑问呢 我们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12月4号晚间6点到8点的校园开放日 是 刚才您说到5系其中有一个针灸 其实针灸有好几种针法 当然哦 当然加州美国都承认针灸师的这个认证 这个针灸也要有功夫也要有经验的 就当然了 那我相信你已经是好几个level之上的人了 那这个针灸下针呢 这种大概要经过四年的学习吗 这一点就好像你练功夫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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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的一个过程 所谓的partitioner 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天天下针 你天天要动手 你天天要才能手能生巧 所以这个快跟慢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就难说了 如果我是一个病人 那么我通常选医生就是words of mouth 我跟我身边的人打听 那么我们打听也要问对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问 说我今天得的是什么综合症 或者是妇女是更年期 或者是不孕症等等 要怎么样问到这个问题 让人家能够回答出来 我们能够找到很好的一个医生 是的 我们相信很多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听众或观众朋友们 有些说病人们 其实都很不清楚自己的所有的毛病 中医就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很花时间 我们第一次看诊通常都要花到60到90分钟的问诊时间 就是望闻问切 对 所以在这么仔细的过程里面不像西 有时候大概半小时 你这15分钟大概就结束掉 因为旁边的这个还有很多病人在等 所以先生帮我把把麦 是大概就是这个样 一把把根60分钟 所以不只是把麦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识问 就是我们中医学教育里面有提供很多的问题 来询问您的一些生活起居 所以不是只有病痛这个方面 生活起居 是包括家族病史 这个都要问的 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只要你有机会来到我们学校的话 我们同时在当天也会发放这个免费的 教学门诊优惠券 这个好 是 所以你只要你有兴趣或者你有些疑问的话 你欢迎你到当天 到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来 我们会现场给你解决你所有的疑问 所以是你当天也会在场 是的 这当然 OK 大部分的加州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 硕士也好 博士也好 他们的就业是朝哪一个方向最多 是 一般来讲说 这就是都是以自己开诊所为主 或是跟自己的同学 或是自己认识的人 或是跟老师等等 说一起来合作开一些私人的门诊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呢 现在我们也打进了主流的这个西医院 排过 例如 是 也会请着我们学校的这些毕业生来 是 他们有针究部了 现在已经渐渐有这些针究的这些正规的这些部门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西医的这个西方的人士们也会来 我们也有用这个中医的这种方法来服务他们来治病 是 加州中医药大学在三后市的校区呢 就是在Centennial Road的只有一墙之隔 在Tish位是吧 是 在Tish位上面 好 那在下个礼拜四 12月4号的黄昏6点到8点就有校园开放日 这个是为了2015年的春季班所事先所做的准备 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 打电话报一个名来做一个预约 408-260-0208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非常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孙医师Charles孙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祝贵校这个学业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好地培养一些能够以救人济世为心怀的这些 好的这些医生们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医学的摇篮 谢谢您 谢谢您 好的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再度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周末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